一名愤怒的屋主为了抓住神出鬼没的窃贼 在房间里布下了致命的陷阱 一名本来已经逃出绝境的幸存者 却自己返回了死神的魔掌 难道说死亡山谷真的具有让人自投罗网的魔力吗 大家好,欢迎来到杂学馆,我是Jason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三个真实发生过的恐怖事件吧 1948年,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发现了金矿 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 大批居住在美国中部和东部的居民 都拖家带口的大批赶往赴于美国西海岸的加州 但是在到达他们的目的地之前呢 有一个非常巨大的障碍 那就是需要跨越一片异常干旱和酷热的沙漠 在为期数年的淘金热当中 就是发生过好几次大规模的移民队伍在沙漠里迷路 险些全军覆没的事情 虽然最后并没有真正的造成特别多的人员伤亡 但是这片沙漠还是被冠上了死亡谷的名称 之后随着时代和科技的发展 人们已经意识到 这片沙漠是北美洲海拔最低 最干旱和最酷热的地区 在夏天的时候 这里每日的平均气温都在42度左右 在1931年的夏天 气温还一度达到了惊人的57摄氏度 所以到了现代 死亡谷也渐渐的因为它独特的气候和地貌 变成了一个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 每年都吸引着大批的游客前来 1990年代 人们在死亡谷的西北部发现了一处温泉 之后就把这里开发成了一处温泉度假村 因为这里并不禁止人们在公共的场合裸露身体 所以很快的就吸引了大批裸体爱好者前往 渐渐的这个裸体度假村的名气也就传播了开来 在2005年的7月 英姻叫做Robert Dahmer的35岁男子 听闻了这个度假村的事情之后 非常的感兴趣 于是就决定开车前往那里度个假 在正式的开始这趟行程之前 他先在距离死亡谷不远的 一个叫做Bishop的小镇上停留了一晚 在补充了一些食物和饮水之后 他就在第二天离开了小镇 开始了前往那个裸体温泉的旅程 几个小时之后 Robert就沿着一条被称作死亡公路的水泥路 开进了死亡谷公园当中 这是公园里唯一一条正规的公路 只要沿着它一直开下去 就能够顺利的贯穿这个酷热的沙漠 而在公路的两旁呢 则是由数不尽的土质小路分叉了开去 沿着这些小路 能够去到沙漠当中一些特别的景点 又或者仅仅到达一片人际罕至的荒地 而Robert听说那个温泉度假村 就在其中一条小路的尽头 于是他一边开车 一边对照着地图 寻找着正确的路口 在公路上又前进了几十公里后 Robert看见了一条分叉出去的小路 和旅游指南上描述的路口非常相像 于是他认定这就是前往温泉的路口 然后他就毫不迟疑地拐了进去 但是很显然的 Robert正错了路 按照地图上显示 拐上小路之后 只要在前进两公里 就能够大达度假村 但是Robert整整又开出去了快二十公里 也没有见到度假村的影子 相反的 他来到了小路的尽头 再往前开呢 就是一片反射着耀眼阳光的白色荒原 Robert没有多想就开了进去 而他没有意识到的是 出现在自己眼前的是一片盐滩 在地表一层洁白又脆弱的盐结晶的下面 是深深的淤泥 Robert的车开进去之后没有多远 就压碎了颜壳 然后被陷进了淤泥当中 动弹不得了 就这样 Robert被困在了死亡谷沙漠的腹地 这里人迹罕至 又没有手机信号 可以说是陷入了绝境 而此时正是夏天最热的时候 如果想要下车 靠着双腿走回大路来求救的话 可能还没有走到一半 就会在50多度的高温当中被烈日炙烤而死了 好在出发之前 Robert在自己的车里准备了大量的饮用水 所以他决定就这样在车子里等待救援的到来 但是6天时间过去 车里的水眼看着就要喝完了 而Robert却依然没有等来救援队 或者是偶然来到这条小路上的游客 意识到继续等待下去也是死路一条 Robert决定靠着最后一瓶水来拼死一搏 于是他走下了车 踩着炙热的沙子 开始沿着来时的小路往回走 很快的他携带的那瓶水就被喝完了 Robert也很快的就进入了脱水的状态 他的视线开始模糊 意识也渐渐的似乎要远离身体而去 Robert意识到可能再过几分钟 自己的生命就会走到尽头了 而就在此时 一辆汽车出现在了这条小路上 并且车上的人很明显的也发现了Robert 全速地朝他开了过来 原来车上坐着的 是当地的一个救援俱乐部的成员们 当天正好是俱乐部里的一名教练 带着几名年轻的志愿者 来沙漠当中进行救援遇难者的演习的 而他们呢 刚好就选择开上了这条小路 然后就遇到了濒临死亡的Robert 把他给救了 这么巧的事情 怎么看都只能够说 肯定是老天爷在帮忙吧 死里逃生的Robert 心里自然也是对这些救援人员 以及老天爷充满了感激 在被送回了Bishop小镇之后 Robert眼含热泪地 拥抱了救援队所有的成员 然后又跪了下来 亲吻了地面 感谢上帝拯救了他的生命 第二天 休息好了的Robert 就联系了当地的一家拖车公司 想要顾他们把自己 陷在沙漠里的车给拖回来 于是在次日 这个公司的人就开着拖车 带着Robert来到了他之前被困的地点 在查看了车子的状况之后 拖车公司的人就说 因为Robert的车子两个轮胎都爆了 还有其他的机械故障 他们无法把车拖回小镇 除非Robert能够找到一个机械师 先来把车修好 然后他们就一起返回了Bishop镇 因为Robert平时就经常对自己的车子的故障 进行维修 他觉得只要有替换的零件 自己也能够把车修好 于是他就马不停蹄的在镇上购买了修车所需要的零件 然后在这天的傍晚时分 他搭上了一对要去旅游的年轻情侣的车 再次前往了死亡谷 他这次的计划是找到那条正确的通往温泉度假村的小路 在夜间步行两公里到达之后 在雇佣度假村里的人 开车带自己去车子被陷住的地点 等他修好车之后 再把自己送回Bishop镇来叫拖车 于是这次他仔细的研究了地图 在确定到达了正确的小路之后 他就下了车 感谢并且告别了那一对情侣后 就踏上了前往度假村的路途 但是很快的 时间到了次日的傍晚时分 Robert的家人们并没有接到他报平安的电话 打电话给度假村的时候 那边的人也说 从来没有这样一个人来过 由于是Robert的家人们就报了警 几天之后 负责搜索的警官们 就在沙漠的深处找到了Robert的遗体 原来这一次 Robert再次认错了路口 他下车的地方距离那个度假村 并不是两公里 而是还有将近15公里的路途 而且中间还有好几个岔路 他肯定是在夜色当中走迷了路 最后就连沿原路返回大路求救都做不到了 因为他这次随身并没有携带多少饮水 所以在第二天太阳升起来之后没有多久 Robert就因为中暑和脱水而死了 而当时距离他之前奇迹般的获救 仅仅才过去了四天而已 美国著名的黄石公园 是在210万年前的一次超级火山爆发当中 造成的自然奇观 它里面不仅有广袤的森林 奇妙的动物种群 更是因为地下依然活跃的熔岩流淌 而在地面上形成了一个个色彩斑斓 时不时就会喷发的热泉 这些泉水的温度很多都接近沸点 属于绝对的生命禁区 所以黄石公园的管理方都会在热泉的周围 树立起巨大的警示标志 警告游客不要靠得太近 但是这么多年以来 还是时不时的就会有游客跌落热泉 造成人间惨剧的新闻传出来 在几个月前的一期节目当中 我们也讲述过其中的一起事故 在众多的悲剧当中 跌落热泉的人基本上都是因为大意 或者不小心踩空而掉落进去的 毕竟应该没有一个思维正常的人 会在没事的时候 有意的跳进这些沸腾的大锅当中的 但是凡事总会有例外 因为种种原因 有意跳进热泉里的人也是存在的 1981年的7月20日 一名叫做David Corwin的25岁青年 开着车带着自己的好友 还有一只叫做Mussy的宠物狗 在黄石公园里游玩 这天下午1点钟 他们把车停在了一处景点 准备跟随其他的游客 去参观一个巨大的热泉 他们刚刚打开车门 在里面憋了一个上午的宠物狗Mussy 就跳下了车 直冲热泉而去 对于喜欢玩闹的狗来说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眼前这帮色彩斑斓的泉水的恐怖 就毫不犹豫地跳进了水中 然后毫无悬念地入水之后 小狗Mussy就发出了凄厉的哀嚎 David和自己的朋友此时 也冲到了热泉的旁边 他们拼命地呼喊Mussy的名字 想让他游回岸上 但是此时小狗已经丧失了行动能力 眼看着小狗就要死去 David的心痛极了 然后他就开始做事 要跳进热泉去救狗 周围的游客们看见了 连忙上前进行阻拦 告诉他说 泉水的温度基本上和沸腾的开水没有区别 千万不要跳呀 但是David顾不上这些 推开了众人 纵身一跃 就以头下脚上的姿势扎进了泉水里 他奋力地抓住了小狗Mussy 然后就开始往岸边游来 但是没有游几下 David就感觉到身体正在迅速的衰竭 他只能够松开了抓住狗的手 自己奋力地游回了岸边 但是此时 他已经没有力气自己爬上来了 关键时刻 他的朋友伸出了手 把他拽上岸 而也就是在这么短短的接触当中 这让David的朋友的手和胳膊 都受到了严重的二级烫伤 而全身都进入了热泉当中 相当长时间的David的惨状 就可想而知了 一上岸 他就不停地念叨着 我太蠢了 我太蠢了 我伤得有多严重啊 此时David因为头部先入水 双眼已经因为烫伤而失明 周围的好心游客 想要帮他脱下被开水浸透的衣服和鞋子的时候 发现David的皮肉都跟着衣服和鞋子脱落了下来 被紧急送进医院之后 医生就判定他全身百分之百的皮肤都受到了三级烫伤 也就是说他全身都失去了重新生成新皮肤的能力 几天之后David就去世了 而那只宠物狗Mussi也没有能够获救 而是死在了热泉当中 在黄石公园漫长的历史上 像这样为了救宠物狗而被烫伤的游客并不算少数 在2021年的10月5日 来自美国华盛顿的一名叫做Leha的20岁女性 带着自己的两只宠物狗在黄石公园游玩的时候 其中的一只叫做Rusty的小狗 踩到了一小滩 从地缝里渗出来的热水后 突然开始惊慌的乱跑 然后就掉进了旁边的热泉 那里面的泉水温度也是高达93摄氏度的 Leha为了救自己的宠物 也毫不迟疑的跳了进去 之后在他的父亲的帮助之下 Leha带着小狗上了岸 可惜的是最后这只狗依然死在了寿医院 而Leha则是全身90%的皮肤被烫伤 其中70%是二级烫伤 20%是三级烫伤 在医院里昏迷了四个月后 Leha总算是保住了性命 但是留给他和他的家庭呢 是巨大的伤疤 高昂的医疗账单 和今后漫长而痛苦的康复疗程 2019年 在美国缅银州的小镇Van Bion 生活着一名叫做Renold Sell的65岁老人 Renold年轻的时候 曾经参加过美国空军 退伍之后 他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结婚生子 又在自己家的车库里 开了一间工具店 平日里 Renold除了给当地的居民 出售工具和五金零件以外 也会承接一些房屋修理的工作 转眼之间 几十年过去 Renold的妻子早已过世 孩子们也都离开了这个镇子 去大城市闯荡 只留下了他一个人 继续自得其乐的 经营着自己的工具店生意 不过在2019年中的一天 Renold却突然急急忙忙的 来到了当地的警察局报案 说自己的家被偷了 原来就在这天早上 他进入车库里 准备开店营业的时候 突然就发现 装备用零件的盒子 似乎比平时空了不少 大概清点了一番之后 他就发现有两种零件的数目不对 他在车库的地板上找了一圈 也没有发现 最后他得出了结论 自己肯定是被偷了 于是他就来到了警察局报案 但是警方对Renold的话 却并没有特别的放在心上 因为他所说的被盗的零件 并不怎么值钱 一般人没有必要特别去偷这些东西 而且这个镇子也并不大 总共也就只有2000多的人口 就算是有小偷拿了 又能够去哪里销赃呢 所以唯一的可能性就是Renold记错了 但是他却并不满意警方的这个结论 气冲冲的就回家了 第二天他再次的报警 说另一种零件也被偷走了 但是依然没有引起警方的重视 为时Renold就决定 还是要自己想办法 对于生活在小镇的Renold来说 他一辈子除了自己住的这间房子 并没有存下来多少钱 所以安装昂贵的摄像头和警报器 并不现实 好在他做了一辈子的维修工作 长处就是手巧 由于是他在查阅了不少的资料之后 就自己在房子和库房的周围 安装了铃铛陷阱来作为简易的防盗系统 这是一种把透明的余线架设在房子周围的地面上 再挂上铃铛的简易陷阱 如果有不知情的闯入者踩到或者踢到的话 就会让铃铛想起来 通知Renold小偷到来了 但是根据事后周围的邻居们回忆说 即便是设下了这样的防盗陷阱 Renold依然不停的和邻居们抱怨 说自己的零件还是会经常的被盗 这让他逐渐陷入了惶惶不安的情绪当中 因为Renold觉得很显然 自己被一伙专业的盗贼给盯上了 这些人如此神通广大的 能够绕过重重的警报偷走零件 那么万一哪一天 这些人想闯入Renold住的房子 对他不利该怎么办呢 于是Renold开始潜心研究 怎么样才能够设计 并且安装更厉害 更安全的系统来保护自己 邻居们并不知道Renold最后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不过在过了几周之后 他似乎就重新恢复了自信 也不再抱怨家里被盗的事情了 看起来不管他是采用了什么方法 Renold的一双巧手 还是帮他解决了问题的 周围的邻居们也在心里 不由的为他开心 直到时间来到了2019年的11月28日 感恩节的当天 警察局突然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 电话的那头是Renold在用嘶哑的声音 要求警方立刻派人来自己家里 然后电话就被挂断了 难道说是Renold终于碰到了困扰他很久的盗贼 并且被打伤了吗 这次警方不敢耽误 立刻就有好几辆警车赶到了他的家里 一进门 警官们就发现 门厅的地面上有一滩血迹 而且血迹还一直往屋子里面延伸着 通过走廊进入了客厅 警官们的神经立刻就紧绷了起来 他们纷纷地拿出了武器 大声地呼叫Renold的名字 然后就听见客厅当中传出来了几声微弱的声音 警官们小心翼翼地来到了客厅 就发现Renold坐在沙发上面部血肉模糊 似乎受到了很重的枪伤已经奄奄一息了 难道说Renold是被那名神出鬼没的小偷用枪打伤了吗 警官们立刻就开始一边对他采取急救措施 一边联系救护车 其他的警官呢 则是继续对房子的内部进行搜索 以防凶手还躲在什么隐蔽的地方再次伤人 而片刻过后 突然就有一名警官高声地喊了起来 所有人都别动慢慢地退出去 原来之前因为一进门 所有警官们都被地上的血迹吸引住了 然后又看见了重伤的Renold 所以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房间的地板上 而当那名高喊的警员无意当中抬头的时候才发现 在房子的天花板的角落当中 有一把枪正对着客厅的门的位置 而枪的扳机上被一根导线装置连接到了进门的门把手上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用枪械设置的杀人陷阱 而这样的陷阱呢 在房间的各处都有设置 不知道是因为警官们的运气太好 还是说这些陷阱当天并没有被激活 总之进屋的警官们并没有任何人触发了这种致命的机关 随后警方的拆弹部门就赶到了现场 他们立刻就清除了房间里所有的陷阱 然后就发现只有正对的房子大门的一把手枪曾经激发过 于是警方推断 Ronald为了防范盗贼并且保护自己的安全 利用自己的机械知识 在房间的各处布下了这样的陷阱 而他在感恩节这天回家的时候 可能是忘记了把大门口触发的机关解除掉 然后在走进大门的那一刻 就被自己设置的陷阱给击中了 之后Ronald虽然被送进了医院抢救 但是最终依然伤重不治而死亡了 警方也把他的死定性为是一场意外 至于之前那些偷窃事件 究竟是真的有一伙专业盗贼作案 还是出于Ronald本人的意想呢 就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了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再一次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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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